這個政治操作 那麼操作到喪失理性 喪失客觀公正的 傳達各種訊息給台灣的民眾 這樣的一個政治操作 坦白說我真的是有點受不了了 我覺得這個是太不耐煩了 很簡單的講 中聯辦就是處理 因為大陸有個國務院 相當於我們在台灣有個行政院 你中聯辦其實就是處理 國務院就相當於 我們的行政院在香港 有關於國務院權責的事情 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就有點像我們在南部 有個南部服務中心 行政院有一個南部服務中心 還有中部服務中心 對 我們還有一個中部服務中心 那麼是聯合辦公的服務中心 你也可以把它稱為中聯辦也好 中聯中心也好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以香港的一國兩制來說的話 香港當然它的基本法 要服從憲法 也就是說它的地方自治 也是要服從這個憲法 香港的特區政府 當然不能夠跟中央政府 事相違背的 這個就好像我們的韓國瑜 要去香港澳門大陸訪問的時候 你很明顯的看到陳明通就跑過去了 說我是中央政府 你地方政府不可以違背我的 不用忘了香港在被英國殖民的時候 香港在被英國殖民的時候 香港的法院最高的決定權 是在哪裡 比倫敦 就是香港的司法權最高的在倫敦 香港的重要的政策的決策權在倫敦 香港的總督是倫敦派的 所以如果你要講說 當時答應的香港的維持現狀 其實是比英國殖民的時候更好 也就是說香港人所獲得的 其實是比英國殖民的時候更好 更多 但是香港有一群人 並不代表全部的香港人 他們的想法 台灣的綠營的媒體 或者是有意有眼鏡的媒體 就一定要把它抹黑 可是問題就在於 二三十年前台灣是四小龍之首 二三十年以後 台灣現在的國民所得 大概2萬4千塊美元 香港的國民所得 是6萬4千塊美元 澳門的國民所得 是8萬多美元 也就是從1997年以後 香港回歸 香港的國民所得 一直增長到6萬多美元 比我們台灣的2萬4多很多 然後我們台灣的這些 有意見的媒體 還要一直把香港人抹黑 抹得他們好像很窮 民不聊生 澳門已經是全世界排名 第二名了 最富有的 聯合國估計再過三年 他會成為全世界第一富有的 也就是他沒有產石油 可是他會成為 全世界第一富有的 一定要把他們抹黑到不行 我覺得這個都沒有必要 好 再講到一國兩制 民進黨一直反對一國兩制 我覺得民進黨沒有說實話 民進黨其實是骨子裡 最喜歡一國兩制 他最贊成一國兩制 而且他從頭自尾 都在肯定一國兩制 為什麼 民進黨一直要把 日本民台灣的時候用的 那一套把台灣人當二等人 把台灣的教育剝奪 說台灣人只能去接受二等教育 日本人是接受一等教育 在大學裡面很多的學系 台灣人不能夠讀 公務人員台灣人不能當高官 我們的地方自治權 台灣被剝削 台灣的所有的政治制度 台灣的所有的經濟 台灣的所有的社會 跟日本的制度完全不一樣 日本殖民台灣的時候 用的就是一國兩制 用的就是一國兩制 而民進黨的很多的人 一直朝拜 認為日記時代實在太完美了 有拍成電影的 有寫小說的 有用科學文獻的 也就是有在學術上發表文獻的 把日本殖民台灣 說得好到不行 美化到不行 是他最想要過的日子 那不就一國兩制嗎 日本殖民台灣的時候 不就一國兩制嗎 而民進黨有很多的人 愛死日本殖民台灣的 一國兩制 他怎麼會反對一國兩制呢 所以民進黨反對一國兩制 是偉命題 他根本就是愛一國兩制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 什麼時候台灣才是一國一制呢 就是我們把日本趕走了 把台灣收復了 這個時候我們才開始慢慢的 逐步的推一國一制 一國一制真正在推的是誰 蔣經國的時候推出一國一制 我覺得以現在的情況來講 你只能主張一國一制 你要不回到民進黨的時代 去美化日本殖民主義 有全世界 我只看到有一個地方的人 去美化被殖民者 美化殖民者 我覺得對殖民者 全世界都想辦法要 剷除殖民者的遺毒 但是就有一個地方 愛死日本殖民台灣 愛死一國兩制 不是就是一些民進黨內 那些哈日哈到不行的人嗎 蔡委員簡單回應一下 我也是民進黨人 我就沒有你講的這樣子 因為你不是哈日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要再講一下 真誠日治還是日據 我覺得這日治時代 清零時期 日治時期 你要講的 同樣的道理 國民政府當時來說 也是一國兩制 一直到國會全面改選 才是一國一制 在那之前 很抱歉 大多數的國會議員 都不是台灣民選的 都是過去從1949年 從大陸搬到台灣的那批 國會議員 同樣的道理 當時的總統是有老國會選的 總統是哪些人 不就是一樣那些人 一直到92年之後 那才叫真正的一國一制 我是主張我們92年之後的一國一制 我們要繼續捍衛 還是一制 在台灣還是一制 當然 國會選的還是一制 問題是你是少數 你不能夠決定政策 所以我要講的意思就是說 我在外面看 那還是一國兩制 不然的話為什麼要 國會全面改選 就是因為過去的這個制度 是不合理的 我回到現在 現在就是一國一制好不好 所以我們就要支持捍衛 現在的一國一制 所以我現在很憂心說 現在的一國一制 最後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 版本的一國兩制 我覺得環都這樣的事情